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到TED的講者呢 大部分是在理智、感性 或者他們專業的領域上 有非常精彩的成果 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告訴大家 可是我今天來這裡 是解決自己的一些疑難 因為最近我好像對於一些社會的議題 社會上的議題有表達意見 有參與 所以會有些人有時候會覺得我沒有禮貌 或者是太激進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是一個學劇場的人 所以也許我想我今天整理了一下 從這個戲劇給我的影響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這個想法的過程 第一個我想戲劇給我的影響就是 設身處地 設身處地並不完全等同於同理心 比如說我19、20歲 第一次學到希臘劇場 學到伊迪帕斯王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底下 殺了自己的父親 娶了自己的母親 然後最後當他知道的時候 他戳瞎自己的雙眼 放逐自己到森林 在我19、20歲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當然不可能有同理心 而且會被這麼恐怖的故事嚇到 然後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寫這麼恐怖的故事 然後為什麼這麼恐怖的故事 會變成一種經典 當然如果回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裡 有相同的例子就比較容易了解 我有一個朋友的大哥 最近才跟我講一個笑話 因為他是家裡的獨子 而且是長子 所以他說我小時候聽到 那個牧連舊母的故事 我好緊張喔 我好怕我媽出事 因為萬一她出事 我要到地獄 進地獄去救她 他說 我怎麼 我想到我要進地獄去救我媽 我就很緊張 我想其實我們大家都有這個心理壓力 大家小時候看那個24校 都有自卑感吧 想說我去哪裡找塊冰 肚子躺在上面 要跳出一隻魚來 還有我晚上 能不能脫了衣服給蚊子咬 所以蚊子不咬我的爸媽 那大概這樣子 就從這個世界各地的劇種 到拜讀這些大師們的經典劇作 然後到自己開始創作 所以你就會慢慢的 把對角色的這種設身處地 轉變成在現實生活中 對男女老少 還有各種人生 這個近況的這種敏感跟投注 所以慢慢你就會變成 常常自己假設成不同的角色 常常自己在對話 站在不同的立場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大事 或者是別人的事 私人的家庭糾紛 都在我自己這種角色轉換之下 都解決了 於是我常常覺得 會有這種對話 會有這種不同立場 不同想法的這種溝通 好像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 所以當這個社會上有一些議題 沒有對話的時候 是讓我感覺焦慮的 比如說 像核四的事情 比如說像都更的事情 誰會不希望進步呢 誰會不希望有減變的能源呢 但是當柯一正導演說 我們來做這個 我是人我反和的時候 順便說明一下 我們不是說不反和的不是人 柯一正導演的意思是說 那個時候好像有手掌說 我沒有聽到人反和 所以他才用一個幽默的意思來回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聽到對話使我焦慮 因為如果你是都更裡面那個丁字戶 你在堅持什麼 我也回答了 如果你是他旁邊的鄰居 等待著不能夠改建 我也站在他們的立場想了 所以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起早的時候沒有對話 比如說像何能的事情 我之前覺得我不懂 我能說什麼而且當家為難 可是我期待那個對話 因為我不懂 所以我聽到這些焦慮 我聽到這些抗議 我聽到對於我們身處地震帶 該怎麼想這個何能的事情的時候 我聽到另一邊的 大部分是比較已經有既定立場的 壓制性的語言 如果再不有何能 你們就會沒有電 尤其台北市等等等等 其實我覺得小小的國家有這對話多好啊 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很多的礦產 因為我們真的身處在地震帶 因為我們又聽到了這麼多的 德國啊各國的這種 有的用自然用水用肥料 那台灣是一個這樣高山平地峽谷 地理上這麼風 這麼不一樣的國家 我們有哪些可能 我們為什麼不對話 我們為什麼不想 我們為什麼不清楚地 一起來討論我們可能面臨的 未來的能源的事情 所以沒有對話 覺得是焦慮的 然後比如說地溝油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也沒有開始像人家就這樣謾罵 因為我想我深深處地地想 我是一個壞學生 可是我想我們的首長都是好學生 他們一路作為優秀的學生畢業 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 會有人去拿地溝 會拿那個廢水來做油給別人吃 他們想不到 可是事情既然發生了 他們是不是可以說 我們再也沒想到 可是我們現在趕快學習 因為光是幾天之間 我的臉書就有好多人在說 德國媳婦說德國怎麼做 日本說日本怎麼做 為什麼我們不能對話 當然設身處地是讓人很困擾的 比如說 所以我就常常想 如果我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選上我就會做了嗎 我想到歷史上大家記得嗎 我們小時候連那個什麼 那個太子啊什麼都要有大師訓練他好多年 他才會做皇帝 總統是選上就會做嗎 於是我就設身處地的時候 會想到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最近我還聽說 大家知道我有拍四位男孩 所以我知道那個經濟出來的孩子很難很難變好 有一個老師一直在跟他們互動 他說 小孩子告訴他說我現在一個月二十幾歲的小孩 說我一個月要八萬 花八萬 說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其實不懂事過失殺人要賠償 所以他出獄的時候 一個沒有學歷沒有什麼 之前也沒有念書沒有技能的孩子 他一個月可能就要有三四萬的負擔 於是我就在想說 法律人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們的國家不知道這件事嗎 如果你設身處地的想 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事呢 那我想 所以可能設身處地有讓我比較雞婆 這個我承認 第二個 我想比較給我大戲劇工作給我的 就是影響就是關於衝突 大家知道戲劇裡面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衝突 家庭的啦 理想的啦 信仰的啦 財產啦 權利啦 從這個衝突的醞釀爆發壓制 所有的勢力的枕邊瓦解溃散 但是到後來衝突讓我們留下來 我們看到的這些英雄或狗熊 他們的心性或面相 其實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最屈辱艱困的時候 或者是在所有的崇拜歌聲蜂擁而至的勝利光環裡面 我們看到人性的脆弱陰暗 或者是高貴善良 那在這個衝突 我覺得衝突過後所留下來的 我覺得是人類我們這種動物進步的一個秘密 它是一種精神的設立子 所有剛剛說英雄或狗熊的這些心性或面相 他們會變成詩歌會變成故事會變成圖畫會變成圣像 會在藝術的殿堂裡千古的人類到未來都會去閱讀聆聽仰望或者唾棄 我們中國的造神 大家知道嗎 我們中國有造神 大家知道造神的故事 造神原來是個無賴 他娶一個老婆 遊手好閒 靠老婆吃飯 老婆就改嫁了 老婆改嫁他還不知悔改 時時去找老婆要點吃的 有一天他要去找老婆的時候 老婆的老公回來了 他看到老婆慌張的樣子 老婆正在弄一碗飯給他吃 他忽然覺得 我這樣算什麼 我真是欺負他夠了 我不能再給他找麻煩了 他知道先生看到有個男人 而且是前夫 所以造神 老公已經要走進來了 造神就躲到造裡面去了 他為了救他的老婆 為了不要再傷害他的老婆 我說這種衝突之後 留下來的境界 其實就是我剛才說 人類的這種進步的秘密 因為它在頻繁的鍋碗瓢盆之間 它是看不見的 它是一種魔幻的境界 可是人們時而會在那個境界裡 可是人類都看得見 那個看不見的境界 然後會在裡面得到力量 所以我看衝突的時候 我常常會失了焦點 我沒有再看誰會輸贏 我也沒有再看大小 因為我知道好多好多戲劇 跟故事裡面告訴我們 小好有力量喔 大家都知道比如說 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是一個家庭多大的承擔 那個一輩子的照顧和看護 真的是很多人都無法負擔的 可是大家知道好像我們要很同情它 好像我們要可憐它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針對罕見疾病要去發明的藥 對這少數人發明的藥 促進了好多大廠商發財的明星藥 甚至間接的帶動了我們現在的基因治療 甚至以後的生物科技 大家也最近都聽到那個故事 十八歲的少年 是因為是一個童子 所以受盡了欺凌 他唯一可以傾訴的叔叔過世的 癌症過世的時候 他很傷心 可能他的心特別敏感 所以他努力以一個青少年自己去研究 發明了很快可以測試出癌症的這個試指 所以你知道當你看到弱者看到小的時候 其實是拓展你自己的視野 其實是厚直你自己的生命的厚度 就像一個朋友提醒我 什麼是中心什麼是邊緣 如果中心不斷的關心邊緣跟邊緣互動 其實它是一直擴大的 所以我覺得衝突的時候 好像那個重點真的不再輸贏 甚至以我們常常寫劇本來說 甚至你會非常正惡假的衝突 比如說我們的選舉 真的重要嗎 綠的贏了藍的贏了 那麼世界上都說兩黨政治 是最好的民主政治 是嗎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樣的拉扯 我們的國家已經沒有短期 中期長期的政策 我們沒有不知道我們的方向 公務員開始受到藍綠來的老闆不同的意見 我們真的在進步嗎 民主制度在亞洲 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的這種父權的基礎 我們的這種靈禮關係 我們的派系 我們的地方情感 亞洲到底要怎麼樣真的讓民主進步 它是真的衝突嗎 那麼再說最近大家知道 常常我很怕聽到這種很悲觀的 就是想說台灣沒有機會了 比如說再不簽符帽 比如說所有台灣失去了所有的這個機會 可是我在想像剛才前面幾位講到的 我們能源的問題 我們的環境的保護的問題 而且大家知道嗎 我最近看到這個物聯網 像前面幾位講的 以後物聯網整個連接起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說法就是好像整個地球都有了神經系統 我們會知道我們僅有的資源是怎麼樣在運用 所以大家越來越有分享的觀念 不再是我有一部Benz 而是我到哪裡可以跟別人分享 而且大家都便利 而且再來就是關於食物 關於食物的里程 關於怎麼樣有好的產品 而且有好的產品以後 我不需要登大廣告 因為有網路已經可以告知 只要我有好的品質 我覺得好像未來的時代 其實會對於這個小小的台灣 應該有很多的注意 可是我們現在卻常常放在這種大小實力 這種衝突的結果 那我們真的在 我想說這個假設是真的衝突嗎 我們現在關於統一不同意 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嗎 是我們現在最要擔心的事情嗎 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台灣跟中國大陸 還有烏克蘭跟蘇俄 還是我們人類共同接受了一個考驗 我們的血緣我們的歷史 丟給我們很多的難題 但是我們怎麼樣可以走過這些考驗 可能因為我就說學戲劇的關係 看過太多的小丑 看過太多的可笑的人物 所以我看這些衝突的時候 可能我有更高的期待 那我也希望這是我們大家都願景 就是事實上我們站在這個可能衝突的衝突點 我們卻給人類帶來更好的畫面 更好的境界 這樣子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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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